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天津季县莱德商煞6月30号大火已经过了7天 而中共官方公布的10人死亡16人受伤的说法至今没有更新 几天来大陆网络上不断有人披露大火惨案内情 有人爆料说火灾现场有很多尸体残骸尸骨成堆 7月4号网友田在亨发微博说 630天津市济县莱德商煞大火已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调查 现已确定死亡人数为378人 济县的子孙们 你们看了这个数字会有多心痛 百度贴吧也有网友发消息说 目前官方内部数字是378人 另外一份网友整理出的遇难者名单正在网上流传 名单中的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出了10人 目前这份名单还在不断更新中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目前纪现官方为了掩盖真相 封锁真实消息 正在打压议论大火惨案的人士 报道引述当地人士的话说 有议论此事的都会被抓起来 四川十方市上万学生和市民抗议兴建牧童厂 被当地政府出动特警暴力镇压事件持续了几天 目前事件已趋于平静 但是还有一些被抓的学生没有被释放 民众在要求无条件放人的同时 也要求罢免相关责任人 7月5号晚 十方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 当晚十方召开全市干部大会 会议宣布中共十方市委书记李承津被免职 由德阳市副市长佐政兼任十方市委书记 消息传出后网上一片欢腾 有网友说这是公民力量的初步显示 也有网友说是意料中的事情 还有网友说免职是不够的 还要查其中的利益 网上有记者调查出了十方宏达牧童背后存在的官商勾结 7月5号时代周报记者何光伟在新浪微博发文说 宏达管理层和董事里有现任或历任的副部级官员两人 厅级一人 副厅级一人 处级至少七人 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苍龙 前四川政协副主席县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常委何志瑶 前四川话工厅厅长纪委副主任刘兹福 前德阳市副市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显坤等等 7月3号美国独立纪念日前夕 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公布了最糟中的最糟 全球最具压制性国家的政治报告 中国大陆名列全球19个最缺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据中央社报道报告指出 全球有16亿人生活在缺乏政治权利 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13亿来自中国大陆 报道说 被点名的国家和地区 民众行使基本权利遭骚扰和监禁 政府控制日常生活 公民面对政府侵权行为 缺乏司法制度保障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史事禁闻 听又 Knocked 广力遭验扰和地区 不则历扰和地区 都被困扰和地区 坝衆菇